看到别人有苦难 这是一遇 你自自然而会去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帮助他 历苦的路 这是深善意 菩萨看一切众生 哪一个众生没灾难 灾难从哪里来的呢 迷失自信来的 自信里面的智慧都能完全丧失掉了 生活在这个六道里当家做主的是谁呀 是烦恼是稀奇 你把烦恼稀奇认为是你的心 你衡量一切事物都是用烦恼稀奇 就全盘错了 所以你升起的 叫奇情无欲 你会升起这种领土 根自信 一百八十度的相违背 自信是成佛道 翻过来是山土地狱 你走的是这条道路 自己完全不知道 所以菩萨 知道众生苦 佛知道众生苦 四十九年为大家讲经说法 这就是救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 在这一生当中 得到真实的利益 佛法是真实利益 你拒绝不是不接受 是你自己没有佛报 是你自己有严重的业障 当然这一桩事情不容易 我们自己真的有严重业障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以为这是迷信 不但以为佛教是迷信 连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都认为它落伍 不适应现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不起作用 应该把它全盘抛弃 我们受了这种学术思考 思潮的影响 完全把我们导向一个 错误的方向 我们自己还以为很得意 这多可怕 多可悲 造成今天社会现象 我们亲眼看到了 所以我感恩 方东梅先生 如果要不遂遇到他 那我这一生就错到底了 那为什么呢 佛法根本不会碰他 没有这个意愿去接触他 又活宽 你接触到这些出家人 他讲不出道理出来 几个问题就被他问到了 问到了我们哈哈大笑 以为我们是对的 你是糟不糟糕 我们的辩论多半是强词多理 错了 连对中国传的文化都错认了 这方老师 苦口婆心 把这些疑问给我们解决了 我们才重新认识 中国传的文化 你比如说这个医药 我有一次上风感冒 那个星期我就不敢到老师家里去 去一趟哭 下个星期见老师就告诉他 感冒了 现在好了 他就接这个题目告诉我 中国医学 五千年的历史 西医三百年 你相信五千年 还是相信三百年 他问我这么一个问题 五千年历史悠久 他一直传下来 当然有他道理 三百年 就有科学根据 也不能否认 方老师告诉我 西医则二战 发明了抗生素 救了西医的命 如果没有发明抗生素的话 西医就完了 抗生素是不是万灵药 不是啊 它又无作用啊 这就告诉我了 中医是好东西 你一定要相信它 五千年来 略带的祖宗 都靠它保健 西医 在今天来说 它最大的贡献 就是检查 它的检查好 用科学医器 问你样样搞清楚 但是治疗 一定要考虑 只有这老一辈的人 他懂的 他才给我们说出道理 所以他的观念当中 西医检查 中医治疗 那么这些人 现在都凋零了 都不在了 没有人讲了 现在我们这一代 无论在德行 在学问 跟上一代比 差得太远太远 上一代是从小 从根上在学习的 我们这是半路上学的 这是一个灾难 的